尿酸高不止一离痛风,恐伤害肾脏心血管。尿酸是身体代谢产物,从飘零也有人意为普林代谢而来。一般而言,体内尿酸约三分之一是来自饮食,另三分之二是来自身体内细胞核的核酸飘零新陈代谢产生,造成尿酸偏高原因。 第一为体质,遗传因素,有些人体内天生就制造过多尿酸,或者尿酸排除功能异常,导致尿酸值居高不下。第二则是慢性肾脏病引起慢性肾脏病患者因身体排除尿酸速度较慢,尿酸容易堆积于体内。第三,当民众食用大量肉类、内脏类、海鲜、酒精等,可能因摄取过多含普林食物引发尿酸飙升。 第四,有些需要服用利尿剂,抗排斥药物的患者,也较容易尿酸偏高,尿酸高与痛风不必然化上等号,然而当一个人尿酸偏高,痛风的确是最常见的并发症。除此之外,尿酸结晶也可能阻塞肾小管引发肾功能异常,也会在心血管壁沉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。 详细